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越偏 我今天试的是一个小卡车 没错 为什么要试这个小卡车呢 是因为我试驾了这么多年 一直有一个小心愿 有几个小心愿 就是想试试小卡车 大公交 那些重型机械车 但是因为在国内实在没有办法 因为受于法律法规 还有家照的限制 开不到哪些车型 但是在日本是能租到这些车种的 就比如说今天我就可以租到一个小卡车来看一看 然后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日本这边如果搬家 你找搬家公司 或者是你买一些大件的东西 需要人拉什么的这些 非常的贵 真的是很贵很贵 然后我就想如果我要是能自己租一个这样的车 比如说自己搬家搬点东西 或者拉一些大件的物品的话 那可能这个就很划算 因为租一个车花不了太多的钱嘛 那废话不多说 我现在赶紧从这个斗里边下去 咱们一块来看看这个小车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拍的这个小卡车 怎么样 有朋友认识这个车吗 能叫出名字来吗 那这车呢 其实是日产旗下的叫NT100 Clipper 这么一款车型啊 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今天这个车呢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不要以往的就是经常看的那些车型来去看这个车啊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纯纯纯纯的工具车 所以说我们的一些标准呢 可能也要稍微的变化一下 大家可以看 其实它的这个进气稿没有那么的大 上面是封死的状态 而且呢 怎么说呢 底下这个呢 确实也是为了进气用的 但是它的发动机呢 不是在这个前面的这个位置 这种车型呢 应该一开始我也没反过来 它其实是在这个前排座椅下面的 灯呢 大概就是这样了 这个配置我们也不需要再多要求什么了 这个后视镜 纯手掰的后视镜 上面有一个天线 这个小轱辘还是蛮可爱的 一个普里斯东的小轮胎 145 80 12寸的这么一个小轮胎 锁车呢 是拿钥匙锁的 然后后边呢 就是这个小卡车的小斗了 别看是一个小卡车的车型啊 其实这个车很小 还不到3米4的一个车厂 总共距只有1米9多一点点而已 这个路上开的时候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方便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侧板是可以打开的 底下是有一个叫灯子 方便人上去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有很多的这种小钩 是可以装完货物之后去绑东西用的 对 然后这个油箱啊 在右后这个位置 这个我取车的时候的小格是不跟我说 我估计我自己加油的时候真的得找到这个油箱在哪 然后关键是开油箱盖的时候呢 是需要拿这个钥匙去拧一下的 对吧 对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底盘啊 非常的 有啥都裸露在这里边 看的一清二楚 后边是一个板黄 然后呢 这个车是一个后驱的车 然后这款车型啊 它其实还是有次取版本的 底下可以看见什么变动箱啊 反动机啊 什么都在这边 这就是后面的斗了 你可以看这斗里边啊 滑的了 乱七八糟的 我提车的时候这个小哥 跟我查车的时候跟我说 这个车主要 你就是看它没有什么大的这种损伤 就OK了 没缺点 少点啥就OK了 其他这些小刮小蹭 它都不记录了 所以你看前面这边有这些凹陷的这些坑啊 什么的 都不记 像这些东西 它都不记 它就唯一记了一个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唯独就记了一个这个 其他的都不算了 好 给咱们继续看啊 这个后面 对 这有一个盖 然后这个边 它其实这个三个盖板都是可以全部打开的 然后这个日本的日产的这个光网啊 也非常的贴心 然后包括这个租车的网站也非常贴心 它把这个整个这个斗里边的这个尺寸 包括能放什么样的东西能放多少 都给你很清晰的标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挺贴心的 这个就是这个车的车名了 日产的NT100 Clipper 然后最大的载重量呢 是350公斤 700斤 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备胎 嘿 小排铁股就在这个位置 我其实这小卡车挺可爱的 整个这个外观大概就是这样 好了 然后咱们进车里边去看看吧 我现在就坐到这个日产小卡车的这个车内了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啊 它就分明是在这个铁板上给你装了这么几块硬硬的板 硬硬的垫子 而已都不能叫一个完整的座椅了 但是坐上去的感觉比我预想的 比我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 想象的感觉要稍微的舒服那么一点点 没有那么的硬 没有那么的尴尬 但是我估计啊 这晚上坐长了 也受不了 尤其我这个有颈椎病 可能够呛 然后咱们再看看其他的啊 这个车门非常的担保 这铁皮裸露在外面 是吧 然后车把 车把手 没有任何的储物空间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车窗 是手摇的 但是我觉得手摇很方便 不用通电就可以给它操作 咱们再来看看前面啊 前面这个方向盘 就这样一个两幅式方向盘 打灯啊 什么雨刷器啊 然后这个仪表盘 非常的原始的一个机械仪表盘 只有转速啊 然后这个它居然这个油量是电子显示的 这个让我有点意外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可以搁水杯的 搁这个小储物槽 可以空调吹着它 然后底下呢有一个小储物槽 这边储物槽 这儿呢能搁点笔 然后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全车最感人的一个亮点配置 但是这个配置啊 在怎么说呢 在它的官方配置上是没有的 因为这是一个租车公司的车嘛 所以它必须是要有这么一个导航的 对 这应该是租车公司后家的 然后呢 这个是这个车的钥匙 哈哈哈 真的好原始啊 我稍微的通一下电啊 那为什么要通一下电呢 是因为这个租车公司家装的导航这个东西非常的感人啊 不仅能导航 能听一些这个广播呀 音乐之类的 而且呢 你看啊 这个翻开之后 这个地方还能插CD 然后还可以插这个SD卡 这个扩充性就比较好了 虽然说这个CD咱们国内那边好像现在不怎么经常听啦 但日本这边还是有的 这一下这个车内的娱乐功能就丰富了很多 然后再往下 就还是非常原始啊 你看那这个空调的区域全部都是机械式的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点烟器 这边有一个大灯的这个高度调节 这前面这几个按钮上都是空的 然后刚才呢 我也说到了这个车其实是有四驱版本的 然后这个四驱的这个据说还有这个后面的锁纸功能 再有呢 就是高配的版本 它是有车道保持系统的 哇塞 我觉得这小卡车上有这样的配置还是有点意外的啊 然后下面有一个烟盒 烟灰缸 这个烟灰缸你看啊 之前的人还是利用力比较高的 再往下是一个ETC插口的位置 底下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物盒 再往下有一个储物槽 两个水杯槽 旁边你看啊 这个副驾是有安全气囊的 然后主驾驶也有安全气囊 底下呢 是一个小的储存放个手机 然后再往下呢 是一个扶手箱 然后啊 底下是有一个怎么说 应急的一个灯的使用 然后呢 这个应急的三角指示牌就这么放在前排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三角指示牌放在车内前排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底下有一个小挂钩 还能挂点东西什么的 再往后 这个前车轮啊 就坐在你的座椅下方 这个一会儿开起来再感受 我一会儿再聊 咱们再看其他的 这是一个自动版的车型 刚才提到了 是一个配三速自动变速箱的这么一个车型 然后发动机呢 是一个三缸的发动机 具体抖不抖啊 开起来什么样 还是一会儿动开再说 再往后 有一些小的窄的储物盒 然后一个手刹 就没有了 车内呢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遮阳板啊 然后灯啊 后视镜啊 就是这样 开过那些轿车啊 猛的一开这小卡车 这有点不习惯这个视野 然后呢 这个前排视野很通透 然后这个坐姿也非常的高啊 然后没有车别的 开的时候我稍微的还得适应了一下 然后后面倒车的时候 这个视野非常的通透 没有倒车雷达 没有倒车影像 没关系 因为它车很小嘛 而且你可以很直观的可以往后看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OK 那这个就是这辆日常小卡车的车内的一个 怎么说 配置也好 然后整个的这个设计 也没什么设计吧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最好奇的就是开起来是什么感受 咱们现在赶紧把它开大路上去 OK 我现在呢 就把这辆日常的小皮卡开在路上了 先说说第一感受啊 视野特别的好 因为坐姿比较高嘛 然后这几个大玻璃什么的 这个视野也都特别的好 然后呢 再有一个呢 就是又颠又吵 好久没有开过这个板黄的车了 而且后边还有一个打抖 就是小货车 而且这个 我这两个机器啊 前面这个是带防抖的 后边这个是不带防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抖的程度 然后呢 在我就是 大家可以听啊 我这后边这个抖 一直在咣咣咣咣咣咣咣响 这个体感 确实是不太舒服啊 不过 怎么说呢 还是那句话 这是一个纯纯的工具车 一个小卡车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拿这个轿车作为一个横连开的一个基础 对 然后这是一个第一感受 然后呢 咱们细说啊 就先说说这个动力 这个0.6排量的这个三缸小发动机 抖的就不提了啊 这个已经从发动机舱直接抖到了我这个座位底 这个抖的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爽 然后呢 这个动力 这个发动机呢 最大功率50马力 然后最大的扭矩呢 63牛米 哈哈哈 但是啊 是这样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两驱板 而且是一个后驱的车型 所以这个动力在没有拉货 而且就我一个人的这个状态下呢 这个动力还是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就是没有一点让你感觉费劲 拉上东西呢 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但是你肯定拉多了之后这个动力就没有这么好啊 虽然是一个后驱车型 但是那个功率和扭矩在那摆着呢 对 这个是动力 哈哈哈 然后这个变速箱 三速的变速箱啊 来 我正好现在有一个起步 等大家给感受一下 哎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变速箱啊 这个真的是 挺刺激的 就是换挡这个闯动非常的明显 一档是一档呢 你知道它明显的是在换挡在工作 在埋力起 对 这个变速箱 然后呢 当然这个你拉货或者是在时区也我也没有机会跑高速什么的 所以这个动力呢 到底能到100是什么情况 这个变速箱到底高速度起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呢 可能大多数用它的人也不会是在那样的一个行驶条件下 对 哎 正好我现在前面有一辆这个 这个相似这个sleeper 不是那种小卡车版的 还是不一样啊 OK 咱们接着说这个车 这个车的刹车 这个刹车啊 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 怎么说这个日系车 就是比较老的这个日系车的这个感受去理解一下的OK的就是比较软 全段有一点点空量 然后呢 市区开呢还可以 我正好还看见前面 我已经一直跟着这前面这辆这个小面包的相似这个sleeper这辆车 它的这个最大承载的质量也是350公斤 那也就是说这个底盘的这个结构啊什么是完全一样的直播 这个车后边是一个抖子 那个前面那个车是一个小面包是这么一个箱式的 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悬架 这个悬架怎么说呢 前边还好吧 嗯 骨骼就在我的座底下 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颠簸随时就可以 非常直接的就传到我这个身体上了 嗯 后边呢 这个板黄过勾卡二点的时候就往上颠 颠得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厉害 所以你要是拉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小心一点这个没有东西的话可能还好一些吧 嗯 嗯 其他的方向盘 方向盘就是 就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 就是能拐弯就ok了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驾驶的坐姿啊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会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驾姿的感受了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也 开过一段时间这个面包的这个小车 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驾姿 嗯 然后说说这个 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下功课啊 查了一下这个官网的资料 这个小车因为排量比较低嘛 然后啊我不知道它这个油耗的标准是这个拉货的标准还是没有拉货的标准还是说一个平均的一个油耗标准啊 据说这个小车它的这个平均油耗能达到五升多百公里的那么一个油耗 然后呢转弯半径 因为它轴距只有一米九嘛 而且是一个后驱的车型 转而半径只有三米六 哎 那这个在市区开或者说是这个日本这种比较小的这种停车位 你去停车的时候还是挺方便 因为我今天在开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在停车的时候都感觉非常非常的顺手 然后啊 刚才我也说了这个这款车它是有四驱版本的 对 那我不知道这个排量来驱动这个四驱版本的这个车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它的这个四驱版本肯定不是说像SUV那样去为了让你去更多的地方去玩 对吧 它是为了这款工具车能给提供到居住在不同地方的这些人去给它 让它能够拉东西 这个四驱肯定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而且它这个后面是可以有所指这么一个功能的 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用起来是什么样的啊 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很遗憾这个租车公司的车 它是没有这个四驱版本的 对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小吃呢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开着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了我这种说的有意思是 就是平时一直在开正常的一些轿车嘛 然后偶尔开一开这种小车还是挺欢乐的 纯粹是为了体验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这个选这么一个车给大家拍了一期视频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啊 那不过来啦 这期雷先生呢 就在这结束了 这个小卡车是不是还挺好玩的 然后以后我可能会再找一些其他更有意思的车去试驾体验一下 带给大家这种好玩的视频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